OK啊同学们我们这一天呢是要来学关于他把本当的一些习题啊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拉迪汉的第二面呢有交代回答这一题吗呢 我们看一下好吧本能等度要了哈巴仰的不如根温度什么解说呢你看呢 本当就是多多长长的没有让我们看到不如不汉书 没没看到不如汉书书这个是一个关键哦 所以你要找单吧不如汉书 这里啊没有讲到你看呢 menukahkan fasa 10 unit gsim dari jejaj kepada berbicau没有讲到 berubahan suhu 然后 menukahkan fasa 10 unit gsim dari gas kepada jejaj 不不完整啦他们回答不完整 memutuskan ikatan atom molecule回答的不完整 所以答案是A啦 menukahkan fasa 10 unit gsim tanpa berubahan suhu 这个 menukahkan fasa啊他就包括全部了 他包括fasa berbicau berbicau 或者是 berbicau 去 gas 也包括 gas 降到来 berbicau 再继续降去 berbicau 所以他很 公共的已经提到这个哈巴本南等度了 因为他没有问是本额瓦班还是 所以如果他这边讲 他只是限制在 他又没有讲 他又没有提到这个 这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这个是属于本额瓦班 LV的 也是局部的回答到这个问题不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A A是比较完整的 OK我们来到第3938 Process Jirin 我们还记得哈我们最低的层次是 然后 然后 所以我们都知道 要吸收热能的话呢 就是从 去 或者是 去 这个都是 好吧 哈巴 以前呢 以前比对去我们只是知道它是 Serap哈巴不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比较专 经一点 比较specifik一点 我们讲 Manyerab 哈巴 Bendam 那如果要更加specific呢 这个阶段呢 是 Manyerab Habba Bendam Bla 这个阶段呢 是 Manyerab Habba Bendam 遗憾 也需要 Serap Habba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2跟4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格庄里哈 不要被听到 还有一个格庄里哦 所以 2跟4是 啊 Sepernah的 就是有 Serap Habba Bendam的 但是他要给 我差一点要骗到了 所以这个反而不对了 所以答案是1跟3 答案是A哦 他要给 小心哦 OK 我们来到个别的题 Process 我们能就跟1.5KG I Serap Manyerab Habba Habba Serap Manyerab Serap Process 他给我们全部的数据 但是这个图啊 他是有一点瑕疵的 可能是参考数他 他做了一些披露啊 其实这个图是不完整的 考试啊我猜测是比较少会发生这样子的 坑吧 这样子的瑕疵 他不完整在那里呢 他不完整在他跳一个step了 你看呢 Ice啊 不能 从negative 直接溶解的 他必须要 先变成零度的Ice才能够开始溶解 所以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画graph的方式 一种是用 写出来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写出来 Ice啊 本来开始是在 negative10度 然后呢 他先必须要增长他的温度 增长到 零度 他才可以开始 Lubble Lubble了就变成Ier 把它零度 变成全部的Ier了 他才能够 那个全部的Ier才能够 增长温度 增长到90度 所以这边牵涉到几个 Process 三个Process 这边Q1 这边Q2 这边Q3 这里呢 只有一个 两个 所以这个 是不完整的咯 所以我们要 小心一点 我们 包含的是 Q1 Q3 所以我们 Q1的阶段 Q1的阶段 我们又在发生 Process 对不对 所以 这里用 MC Data 这里也是用 MC Process Data 但是这里的C 第一个阶段的C跟最后一个阶段的C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 Modern Harbour等度I 这个是Modern Harbour等度Ier 而且他的输户的 增长率也不一样这个是从减10到0 所以这边只是10 这边是从0到90所以这边是90度 至于Blooban Fasa呢我们就用ML F 因为他是涌解 OK所以把全部的结合起来 我们就 写我们 Q1 等你 MCData 它是多少重 不是多少重 多少质量 1.5质量 1.5 然后 Modern Harbour等度I 你找看 Modern Harbour等度I 2100 他发生的温度差距是10度 那大减小不会出现negative的 Q2呢 等于 ML 也是1.5 哪里哪里 1.5这边 1.5 LF LF就是 Habar Benham等度Plagoran 3Exponent 5 第三个阶段呢 Q3 又在也是1.5 然后 C Bagi Ier Modern Harbour等度Bagi Ier Ala 4200 然后再乘以 他经历的 输户的转变 是从零度起到九十度 所以 经历的九十度 把这三个都加起来 我们答案是Dog 所以这个才是 整体的步骤 另外一个方式我们画graph OK我们尝试用画graph的方式来看 可以准备一个 空位啊 我们尝试 画看 首先negative 10 在这边对不对 这个是 苏乎来 苏乎 然后这是 Masa 低 negative 10 在这边对不对 然后他要起到九十度吗 可能九十在这边吧 九十 所以我们首先要画一条 斜线 因为 他经历 Pelubahan 苏乎 斜线 斜线是 Pelubahan苏乎的 他经历Pelubahan苏乎啊 这个是I's来的 然后中间这边少一个step嘛 所以我们这边呢 必须要画横的 画一条横线 然后再 上来 这是改的graph 这边 Touch到九十度 OK 所以这边我们就用 Q E 等于 1.5 乘以 他的I's的 Motant 等度就是 2100 乘以 这里相差 10度 至于这里呢 我们用 Q E等于 ML LF呢 是3 Exponent 5 第三个阶段呢 我们又再一回来用 Q等于 MC Data M C这个时候是已经变成Ier了 所以Motant 好吧等度Ier 是4200 0 然后Balupan 是这里 90度 所以三个加起来 我们 还是会得到我们的Dot OK 我们就 跳去我们的Nota了 Nota第十一面有教带大家做的是 第14题 OK我们看这题 Balapa Haban Di Balapa Satogram Stim Di Kondensasikan Kepada Ier Pada Suhu 100度 就是这个Di Suhu Di 你得到看 没有 没有 Balapa Suhu OK 没有Balapa Suhu 现在还是要从 Stim Stim就是Gas 要变成 Ier 然后他的G Sim Satogram 等一下要换成KG 因为你看这里的给的unit是KG的 所以我们要登对啊要做给他登对一点点 才能够得到我们来做 OK 所以这里啊 所以这里啊 丹巴 Balapa Balapa Suhu 的话呢我们就是用Habar Pendam Tentu 的Case 所以Q 等于 ML 它是从Stim 变成 Ier 这个叫做本额娃娃 所以MLV 所以我们就 Satogram 等于Sato Exponent 减3 LV呢 就是Habar Tentu Balapa 2.26 Exponent 6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呈出来呢 我们要达到答案是KET 答案是KET 没有什么难度啊这题啊 OK 我们来到16题 Balapa Balapa Quantity Habar 你能够 看 能够 看 这样多 的Ier D D 已经D D 已经D D 就是已经是100度了 Kepada Steam 我把这个全部的2.5KG的Ier 把它煮到飞 然后全部变成气体 他给我们Habar Balapa 等于这样子啊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那个Graph 横线的部分 横线100度的时候 100度的 这材料啊 要变成 Gas的阶段 所以我们依然是用MLV 所以我们的Q 等于 M L V 然后M呢 是2.5KG LV 他给了 2.26 Exponent 6 所以做出来呢 我们就得到答案是Doc 这个是很简单的 OK 第19题 记得 H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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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dam 的 Case 是 隐秘的 不让我们看到 温度的差距的 也就是横线的部分 多多长长不让我们看到温度的差别 就是Tierda Bruppan 俗乎 所以是QR QR跟ST 当然是Boil 如果 如果这一颗问题它比较专注一点 它可能问 Brupp 它可能告诉我们说 哦这个东西是从Bruppajal开始 假设啦 它问题比较专注一点 它问 这个东西是Bruppajal开始 那么哪一个阶段是Habar Pendam Tentu Bla Quran 那个就是QR Bla Quran 它如果问 哪一个阶段是Habar Pendam Tentu Beng Beng Wapan 那么就是ST咯 Beng Wapan 是ST的阶段 OK 因为这里没有提它是Bla Quran 还是Beng Wapan 所以我们两个都可以接受 这里呢是Muatan Habar的Case Muatan Habar的Case OK 这题也OK了 OK 我们来到 KP的这题第14 D5 menunjukkan perubahan Suhu terhadap MASA BagiLilin Daripada ZerJaya Kepada Pepajal Bagaimana yang menunjukkan Campuran Lilin Pepajal DanZerJaya 然后 这些阶段 哪一个部分 是有Pepajal 跟ZerJaya 首先 我们要知道 它的起始状态是什么 它最开始的状态是 ZerJaya 要变成Pepajal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Graph 它不一定从Gas 要下降到Pepajal 不一定的 它这里是从ZerJaya开始 ZerJaya开始 所以我们就要判断 这里其实是ZerJaya来的 然后这里 横线 就开始由ZerJaya 出现一些Pepajal 已经正在经历 Pepepajal 然后这里呢 就完全 100%的Pepajal 奇怪的是 为什么会出现 ZerJaya的线 横线多一次出来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它的 创意的部分 如果大家没有这个 警觉性 如果大家没有看到 它是ZerJaya 很大的可能 我们会误会 我们会误会以为 这边是Gas 然后这边是Gas 加ZerJaya 然后这边是ZerJaya 然后这边是ZerJaya 加Pepajal 然后后来才变成Pepajal 对不对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警觉性 我们就会做到这个错误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看它的起始状态 起始状态是ZerJaya的话 我们就要跟红色的这种方式 有吗 有没有人做黑帘的方式 有谁是做到黑帘的方式 所以一定要跟回它的起始状态 ZerJaya 这样下来 OK 刚才我讲 这个奇葩的横线 是什么东西来的 这个横线 是它 Zer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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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看Lilin Lilin它的TakatLebo 或者是TakatBegu 大概只是57度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的nota第9页 我们看第9页一些 Job一些 你翻去nota第9页 你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Lilin TakatLebo 57度 TakatLebo 也就是TakatBegu 它哪一个度 可以开始溶解 就是哪一个度 可以开始结成凝固 固体 所以回到了我们这边 所以 它在这边 57度 它这边可能比较高 可能是 可能是 670度 我们假设 降到57度的时候 它就开始凝固 凝固开始要变Pegu Pegu 然后 完成了 Process呢 这些 40度 还是30度 它都是处于Pegu 那么这个可能是我们的室温 室温可能是27度 虽然它就出现第二条横线 但是这条横线是 没有涨波浪发沙的 这个横线 纯是 因为在这个阶段 它已经是 所以即使是横线 这个阶段 它也是 纯纯的 它没有长 不让 多发沙的 这样子可以理解吗 大家怎么样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是Boy 答案是Boy 它是要 答案就是 QR的阶段 我再给一个例子 这个是以 Lilin来做例子 我再给一个例子 就是 拿水来做例子 如果拿水来做例子呢 我这条Pegu 我要结冰 要结冰就要画这边 如果是Ire的话 0度 0度的时候 结冰 然后这边可能是 60度 还是处于水 处于水 H2O 然后 这个是D 0度的时候 它开始凝固 结冰 这再加Pegu 这里就100%Pegu 然后这里也是Pegu 但是出现多一条横线 这么的 这个大家不要误会 它不是两个发沙 不是两个发沙 它只是 可能我的冰箱条 减气 我的冰箱可能调减气度 那么 它此时 此时所达到的 就是跟我的冰箱 就是达到减气度 但是不代表 它有两个发沙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 它的起始状态是什么 OK 所以这题的解说到这边 16 我们去到16 OK 这题 16题 2.5kg 2.5kg Ice 跟 输入减四度 的 Panas 是应该 我们 输入减四度 Brapa 跟 Jumla 等 那 个 Habba 温度到50度 所以有三个Q 我们不能够直接拿50 减到这个的哦 不能够将直接跳step的 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来 所以这个是Q1的阶段 Q2是ml Q3 又回到了mcdata 所以这边mcdata ml mcdata 它是slangslid这样子的 但是我比较喜欢用画graph的方式 OK 喜欢你啦 你喜欢用哪一种 你要用这种也是可以 这个是mcdata ml mcdata 那如果要画graph的方式呢 我画给大家看哦 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graph 我们的massa 我们的suhu 从减四度开始来 这边减四哦 OK 它一开始就是要增长温度了 增长到零度 它才可以开始溶解 所以这边是横线 溶解了 然后溶解了过后 它要做什么 它全部变成水了过后 它还要增到五十度 所以这边假设啊 假设这边是五十度 所以总共 我们离开看tgulf process 这个是q1的process 这是q2的process 这是q3 所以我们要写进去了啊 现在 甚至啊 你可以一次过一口气写到完 比方说这样子 一口气啊 怎么写呢 zoomla harbour disrupt 你知道q1等于mcdata吗 m是2.5kg c是mortan harbour 等度ice 2100 然后 它发生的 比方说明显 是4度 是4度 对不对 然后 再加 也是一样 2.5啊 然后 ml 这个阶段是ml啊 比方说明显 比方说明显 haba tendu haba tendu haba tendu 比方说明显 3.34 exponent5 然后再加 也是一样 2.5 最后一个阶段 mcdata m已经有了啊 c是 mortan harbour tendu are you 4200 乘以 berluban 是50度 所以把三个加起来 我们会得到答案是c 如果你要 按计算机 比较有效率一点 不需要按这样多次的话呢 那个2.5啊 你可以这样子按 就是把那个2.5 发多出来 2.5发多出来 然后中间呢 你只是放2100 乘以10 再加 3.34 exponent 再加 4200 乘以10 然后关起来你的 那个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审案 审了案 这两个机器 因为你把它发多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c 这样子可以明白吗 可以跟得到吗 大家 我们就 完毕了这边 我们去另外一面 这里啊 他问 apaka maksud haba bendam tendu 比较果然 ais debris bagai 3.34 exponent 5 dol per kg 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我们的nota咯 怎么回答 我们拿这个nota的 来做改良一下 因为我们要答得specific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改为 记得plakurana只可以是 发生证当rebo的时候 或者是 bomba guan的时候 所以bomba guan就不要提了 ok 这边也不要提了 好 我们回到那边去 所以因为他是很专注的 问ais的事情不了 而且专注在问bomba guan 所以我们只能够讲到 lebo的事情 或者是bomba guan的事情 不要去谈到kondensasi 或者是bomba guan 如果我们不要用bomba guan 或者是bomba guan呢 我们可以讲tuka fasa 你可以讲说 3.34 exponent5 猪 tenaga haba perlu diserap untuk menukarkan 1 kg ais kepada air atau sebaliknya haba dibebas pembekuan 1 kg ais 我们可以讲写 说 3.34 tenaga haba perlu diserap untuk menukarkan 1 kg ais kepada air atau sebaliknya haba dibebas supaya pembekuan 1 kg ais 这里呢 就没有提到 pelaburan 或者是 pembekuan 但是我是写成 tuka fasa 把它写出来 tuka fasa 的情况 这个也可以 berapa 因为它是要 因为它是要 kepada 爱 是 pelaburan 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等于 换 换成 kg 要换成 kg 0.2 kg 还有就是 haba 它是 它是 所以我们就写 q 等于 ml v 然后也是一样 换成 kg 0.4 然后 lv 是 2.26 乘 10 6 什么 答案 就是 904 kilo 所以 我们已经 完成 解答 SE跟 S2 来到 这个 graph 所以 1 permanas berkuasa 100W 这个是 power 它的 皮 digunakan untuk menjahukan 100g suatu bahan pepergel 起始状态 是 pepergel graph berikut menunjukkan bagaimana suhu bahan pepergel itu berubah dengan masa 所以 代表 graph tentukan takat lebur bahan itu 因为 起始状态 是 pepergel 这里 是 pepergel 纯 pepergel 来到 75度 它才 pepergel jah sejaya 所以 takat lebur 就是 75度 我们这个 答案 takat lebur bahan itu 要到 75度 然后 至于 这个 bihaba benam pepergel bahan pepergel 要找 pepergel 我们就 锁定 在 横线 的 结位 锁定 在 这个 部位 因为 这边 是 pepergel 正在 要 变成 sejaya 它 是 pepergel pepergel the case 这个 不要管它 这个 不要管它 了 因为 这个是 mc theta 的 case ok 所以 我们就 用 q等于 mlf 但是 我们 没有q 没有q 就 从 power 成 masa 去 找 pt 等于 mlf p 刚才 讲 是 100 watt 100 watt 然后 它的 gsim 刚才 上面 讲 gsim 是 等于 100g 也就是 0.1kg 然后 t t 就从这边找 我们就画线下来吧 画一条 interpolicy 下来 但是是要需要虚线的 我这里没有办法画虚线 所以我就插给你们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7嘛 这个是7 7min 这边是1min 所以这里的长度 时间长度是7min 减了1min 就是等于6min 记得要换成 所以我们的p100watt 感电器100 乘以6min 再乘以60秒 等于 gsim是0.1 lf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找到lf 36000 周kg 减1 把那个0.1 丢给他们 除 所以我们的答案 已经解决了 最二题 这边 如果大家空间不够啊 可能你要准备一些超高纸 或者是笔记本 把它 step抄下来 因为我 想介绍两种step 就是 写的方式跟 graf的方式 你看 0.2kg 这个是你的gsim ice 它的起始状态是ice 把它输入减实度 第五把我们觉得 把它输入30度 哦 他叫我们 laka 跟 lankun 顺便也要 laka lankun 如果你不要 laka呢 至少你要知道说 它是 这样子写ice 本来是减实度 会变成 首先它必须要变成 ice 把它0度先 OK 增长它的温度 增长到0 它才可以开始 lable吗 因为0才是 它的 然后就变成 Ire 把它0度 0度的s慢慢融结 融结到完全变成Ire 那个Ire 才可以慢慢的升温 升到30度 所以牵涉到三个q 一个q 两个q 三个q 现在它是要求我们画graph 所以我们就画给它呗 画graph 它要减实 减实 我就要高一点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 suhu suhu在这边 Masa在这边 它从减实开始 所以这边减实 减实就可以慢慢升温了 减实就可以慢慢升温 升到0度的时候 它才可以 发生 形态的转换 Perupon Fasa 或者是变态 然后这里呢 上到30度 再这样出 30度 再上上上 上到30度 所以这里也是 Q1 Q2 Q3 也是一样 这里也是Q1 Q2 Q3 三个阶段 拉卡跟 lengkung suhu melawan Masa bagi proses dan hitungkan jumlah tenaga haban 你perlukan untuk seluruh proses 我们 既然 有了 画面 我们就 jumlah haban 你perlukan 什么 就比较清晰的可以看得到 然后至于M呢 三个M都是一样 因为都是这一滩水 这一滩冰块的发生变化嘛 都是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把MFactor出来 把M写在外面哦 就是0.2kg 然后CE Motan Harbour等度Ice CE 等于2100 θ1等于10度 再加LF LF就是这个 336000 再加C2 Motan Harbour等度Ice 这个我写错了 应该要写 这样子才对啊 那个Ice写小小号 4200 在θ2是30度 所以一次挂按计算机就会得到 答案是96600 走 ok 所以 习题已经解答完毕了 我们去看我们的 先看我们的课本 大家拿课本出来一下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 哈巴本达的地方 先从课本第141开始来141 来看看Experiment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在用着那个你来 我们在用着哈巴等 Bendam Tintu Plakuran Ice 以及哈巴本达 Bendam Tintu Plakuran Ice 在用着这个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是怎样得到 如果是从Experiment的角度的话 我们就要准备这样子的 Brandas 我们看到有两set呢 一set叫做SatGawalan 另外set叫做SatExperiment SatGawalan就是夹夹的备胎了的 是一个组组装是备胎 中央有一个备胎呢 因为哈我们知道耶 即使是我没有开店哦 Bendam Tintu Plakuran 夹夹装着不了 没有没有接去店的 你知道吗 这边没有接去店的 没有开店的 夹夹 折扭进去不了 所以我知道即使是我没有开店 它也是会溶解 所以这个耶 你开店了 它也是会溶解 但是这个溶解 这里setExperiment的溶解 它是因为 阿拉伯曼那所造成的溶解 再加上 Berserkitalan所造成的溶解 所以这个是两重 双重的溶解 这边是 纯粹靠Berserkitalan而溶解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SatGawalan 就是要 等一下呢我们要拿这个的Gsim 扣掉这个的Gsim 才能知道说 纯粹依靠Berserkitalan而溶解的呢 是多少 然后我们再看耶 所以我们开店咯 Hidugan Masa Berserkitalan 对 一个有开店 一个没开店 这个是假假的 备胎不了 没有 没有接去店的你知道吗 没有开店的 没有开店 它的Berserkitalan就不会烧咯 但是它还是会溶的 你放一杯水在外面 它也是会自然的溶解的嘛 所以一个是自然的溶解 一个是被逼溶解 这个啊 不止被逼溶解 它还要被逼再加自然的溶解 因为它也是处在这个Berserkitalan造成的嘛 我如果画在这边呢 周围Habah 会造成它溶解 这个呢 周围Habah也是会造成它溶解 再加上这个 再加上这个Ala Permanas 也是会造成它溶解 所以它是双重的溶解 所以Habah Habah Berserkitalan Berserkitalan 你看呢 我只是开 Experimentan 那一套的 店不了 这里是假假的 被开不了 没有开店的 然后Apabila Ayatela Menninis Cloa Dep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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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它 已经稳定了 开始我们没有放这个Bika的 开始我们没有放这个Bika 当它已经 滴下来开始稳定了呢 就是它 点滴的那个次序啊 比较 seragam了啊 我们就塞下去我们的Bika 两边 两边双双塞下去 然后之后 之后一个时间呢 我们就 记住了 Dep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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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会得到 这样子的结果 比方说 GSimIon 你公布看 Depada Depada 可能比方说 是 可能是0.3kg 然后GSimIon 你公布看 Depada 可能是 0.01kg 因为这个肯定比较小的 因为它是靠 塞搞了呢 是依靠周围的热能 周围室温 室温 的哈巴 他比较小 是因为 他是靠周围室温的哈巴 而造成的溶解嘛 然后这个呢 比较大 是因为他靠 他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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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比较多嘛 比较多 然后瓜萨呢 是可以在那个仪器 直接读到的 就是我们的不可兰 瓜萨直接读到 比方说是一百万 还是一千万 他已经设定好的 马萨本马拉上是我们决定的 你要开多久 所以具备了这些资料呢 我们就计算咯 好吧本大妈讲计算呢 这个是给I's的 因为他是牵涉到溶解嘛 所以我们有的资料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的公式是Q等于 M L F 但是这里呢 我们不知道Q吗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测开 变成P T等于 M L F P就是那个 Sat 那个不可兰瓜萨 标签在那边的 时间你要开多久 然后这个GC嘛 必须要拿 GC GC嘛 Sama 那个 Sat Experiment 减了 Sat Kawalan 因为Sat Kawalan 比较小的嘛 Sat Experiment 比较大的嘛 Sat Experiment 所遭遇的溶解是因为 Bermanent 以及周围的 哈巴 这个呢 纯粹只是靠周围的哈巴 所以我们要减起来 以便说我们找到 纯粹靠那个Bermanent 而造成的溶解是多少 然后 所以这个M 是等于 M1-M2 它这边是写M1-M 就是跟刚才的啦 OK LF 所以我们找到LF 等于PT 除以M1-M2 OK 所以我给大家介绍这个 Experiment 主要是 跟大家提醒关于这个 Sat Kawalan的功用不了 OK 接下来我们学了这个 在我们继续去Bermanent 之前呢 我们有一题 Example 可以看的 我们请打开 Nota Nota 第10页 我们有4.9的 Tonto 上天没有跟大家讨论 是因为 我们还没有认识这个 Experiment 还不知道什么叫做 SatKawalan 所以我们尝试用这个 Conto 4.9来 学习 那个Experiment 的数据 你可以看呢 所让 pelajar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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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我们 那个Experiment 是一样的 Keputusan 你把orelet 是 GCM IUDALAN BikaExperiment 是0.052kg GCM IUDALAN BikaSatKawalan 是0.016kg 就是比较小 就是比较大 因为 SatExperiment 是靠 Permanent 加上 Perserkyteran 所溶解 然后 SatKawalan 只是依靠 Perserkyteran 的热能 所溶解 Perserkyteran 然后Perserkyteran Berserkyte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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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 直接让我们知道 那个Q等于多少 之前 那个Experiment 我们还要用PT 对不对 我们还要用PT 但是这里他 给我们多一个 特别的仪器 就是拿 这个 Berserkyteran 以及 Berserkyteran 的差距 就可以找到 供应了多少 热能给他 拿大减小 因为Denaga 是Skala 的吗 所以我们看 这个错了 也是可以了他讲 反正还要表达就是H2O的 H2O 如果讲Ice 就更加理想 OK 反正就是Ice 也是H2O吗 OK 那么GsimA1的Lebo 仅仅的依靠 PermanasLebo 是多少呢 你就拿 大减小 剪掉那个Skawalan的 所以我们就是得到GsimBerser GsimBerser 因为Permanasan Ala PermanasSahaja 然后Denaga Den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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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man Berman 就拿 我我比较习惯是这样子被啊 Q等于ML 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呢 我把 才拿他调动 我很少这样子被的哦 我很少这样子被公司的 我都是被 直线的公司 所以 既然你有这个Q 从这边来 然后你又有那个GC吗 这个又有了 所以你要找L啊 只是要需要拿Q和M 就等于LF咯 所以我们找到他的Nerai了 而且哦 他的Nerai 总会比 实际的Nerai还要大一些 你看呢 这边得到3.83Exponent5对不对 那一般上我们 在做习题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 Habar Pernam Plaquran Ais 才这样多不了 我们通常在做习题 他给我们Permala Bagi Habar Pernam Plaquran Ais 是3.34Exponent5 但是做么我们做到3.83Exponent5 勒 很大的对不对 比较大 是因为我们 总会浪费一些电咯 回去我们的书本呢 我们总会浪费一些热能去Perskitaran的 比方说哦 比方说这个阿拉本马拉斯如果 测漏的不够深 他还是有一些你看突出的位置 还是有一些没有买进去的 Tidak Tengglam Spernonya Tidak Limasukan Spernonya 所以就会 这边阿就会消耗出去了 他的热能浪费掉 还有就是这个线条阿 这个有Rintangan的吗 这个电线是有Rintangan 所以Rintangan也会造成Habar里的Subkan 再加上他的Gajagapan 他的Efficiency 他的效率啊 是否 是否你写100W 你真的能做到100W吗 还是你只是做到98W 这些种种的因素呢 就会造成 我们 试验当中所得到的 Nilai Haba 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的Habar Benham 的Nilai 也比较大过实际的Nilai 好吧 我们继续第二个 第二个是 所以我们看有什么 所以我们看有什么 所以这个同样的我们把它振进去 然后中边 旁边呢我们 然后我们得到 就拿来减咯 你就会得到 他因为他是要讲Bengoban Bengoban Bengoban 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 他其实是 从Ire变成Gas 或者是Gas变成Ire 但是这里呢我们是走 Ire变成Gas的路线会比较容易 比方说期限呢 期限本来我有很多 比方说是1kg的水 本来我有一kg的水 但是我开Bengoban 煮到它沸腾 等下 他一开始是沸腾 OK Hedup跟Bengoban Dantungu Shingga Ire Mendidia Ire开始Mendidia的时候呢 我们才开始计时 我们就是要把它固定在100度咯 等到Ire didia了咯 我们才开始计时看看 它随着时间的流动 多少的水已经变成蒸发掉 变成气体 因为 随着100度的沸腾的时候呢 会越来越多的molecule 被破死 飞掉 OK 所以它的水的质量 会越来越少 自身Ire semakin menurun kerana telah menjadi telah berubah发生 menjadi steam 然后我们有这些数据 所以 quasa quasa也是有 Hiton kan haba bendam tendu bengoban Aye dengan mengundang kara rumus L等一PT等一 M1-M2 所以同样的我 通常来 我通常是这样子被的MLV 然后 这里是用PT吗 PT等一MLV 这个是Net的来Net的 Net的就是讲 要拿其实的减料后来的 因为开始啊 真被肯定是很重的 很大的质量的 整被啊 整被的 Bika的水肯定是 急性大 然后到了一个时间过后 可能30min 它肯定是 水位降低的 因为 沸腾掉了吗 OK 如果你忘记关火 如果我们忘记关火 甚至整锅水都不见去 烧到干去 这个就是它的情形 M小 后来它会M小 所以拿大M-小M 就是这个 所以要找 有没有 承招工 我们就拿 PT除1 自身不正 也就是这样 OK 然后我们看看 它 被评论 为什么 set高兰 要准备 和解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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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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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们就要回答说 在高兰 disediakan 在高兰 disediakan untuk menyukat untuk menyukat 自信 爱 yang lebo 爱 sorry 自信爱 想 lebo disebabkan disebabkan set高兰 perlu disediakan untuk menyukat 自信爱 lebo disebabkan oleh haba persekitaran sahaja haba persekitaran sahaja 因为 bingkwai bingkwai 你放在试文 它会自己 溶解的 但是你一杯 为什么 为什么 sat experiment b 就不需要呢 因为b的啊是要把他 煮沸腾的 比方说本来是1kg的水啊 他不会 放在试文的情况 他他也不会沸腾的吗 他 所以为什么b sat b是不需要sat搞烂 sat experiment b 不需要sat搞烂是因为 我把那一个1kg的水放在试文的情况 他都不会自动自动的那个 滴滴的嘛 对不对 但是 experiment a 我需要 有sat搞烂因为 它会 自动的溶解 因为 试文的哈巴 而造成自动的溶解 debri 你来 哈巴 本来 等度 plagrant ice 要了3.34 exponent 5 刚才我们讲咯 我们算出来的 experiment算出来的 通常是比较大的 比起它的 这个叫做 就是standard的 因为standard的 科学家都是用 比较 精密的仪器 来进行探测的 然后我们的 都是比较 chip 比较便宜 抑或还是比较 没有这样 啊 科学精神的嘛 所以他们就不会 我们的部分呢 就不会顾到这样好 所以你来把 darebada experiment adana 的be tinggi darebada 你来表外 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样 好吧 本来 等度 plagrant 也是一样 darebada 你来表外 咯 再当干 两个 两个 分度 我们应该 跟 其 断 experiment 你 ok 要什么 方式来增长 它的精准度呢 比方说这个包层 包 ktas 就是 以免哦 以免哦 以免它 它的测 它供应的测 消散出去 我们避免呢 因为我们只是要 让它自食的一点 自食用给这滩水不了 自食的拿来用来烧这滩水 不要让它飞出去 这个是其中一个 不要让它消耗掉 这是给这一个 然后如果是上面的呢 我们可以讲说 就是比较 要确保我们用的东西 还是比较 完善的 这里它的用处 applicacy 它的用处有包括这些 比方说 Pleburant 就是这个 哈巴本蛋等度 有什么用处 它用在 我们 弄冷 把我们的 饮料弄冷 我们如果在一个 一杯水里面放冰块 冰块 它经历 perlubahan fasa 所以它需要 sirrap 哈巴 bendam tentu pela quran 它才可以用解吗 对的 所以它sirrap 它的哈巴哪里来 它的哈巴就是从这个水 给它 因为水可能开始 比较 pela quran 水可能 20度啦 然后这个肯定是 零度的嘛 所以20度比零度 还要高 所以冰块 可以吸走 它的热量 吸走它的 哈巴 perlubahan 等度 perlubahan 来进行它的 perlubahan fasa 然后因为吸走 热能了 那么我的 饮料就降温 降到17 15 10 等到最后 降到零度 的水 零度的 所以这个是用在 我们的水 这部分 还有可以用在哪里 比方说流汗 流汗 你看 我们的额头 比方说我们的头 有一滴汗 当这一滴汗 蒸发出去 它蒸发 它是发生 所以它是从 阿热变成 steam 所以它是经历 perlubahan fasa 它就要吸 sirap 那么它所 sirap的 哈巴 从哪里来 就是从我们的 身体来 它吸掉我们 身体的热能 才能够逃脱 变成steam 所以它吸走 我们的热 我们就感觉 凉快 还有冰箱 也是这样子的 情况 冰箱 我们下次才谈 然后 冷气也是一样 还有 我们常常有一个 不经意的一个情况 就是 当我们去到一个 很冷的地方 比方说你去更定 还是你去很冷的地方 开家里的冷气 开到很冷 或者是下雨天 下到很冷 我们都会 往我们的手掌 这个是手 写错字 所以你的手掌 冰冷的时候 我们都会往我们的手 哈一口热气 你知道我的形容吗 就是从 哈一口热气 在你的手 然后你的热气 的wap 它就会 粘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我们的手 就比较 温暖一点 OK 因为 我们的口 口的那个热气 可能我们吹口气 那个气 是比较 然后它可以让到我们的手也 放纳起来咯 还有这个其他的来 我们再看 这个改次我们学乎供格 我再来谈 这个是流汗的 流汗的 然后这里要给给大家介绍这个 一干呢 我们 蒸 鱼或者是蒸包 会比较快过 整条鱼丢进去那个 水里面 你看我们有两种啊这里两种煮法 一种是 把那个整条鱼 都丢进水里面 煮 另外一个是 靠水蒸气 靠气体 那个steam 而煮 这个煮法会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热能 传递得比较多 这个的热能传递得比较低 我们来做一个 习题的 探讨啊 给大家分享这个 Negeri Semilanda 去年的 Ketas Dua 其中一题第九题 他就问说 那这九点一我们能做个 一个 一干 的 6 本个骨骨 再加 阿 你吗 这个时候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这个一分呢 我们就写 本个骨骨 所以它是 这才又变成 Gas 或者是 Gas 变成 这才又 我们就写说 他把你 是 什么 是 本地的 他到 他把你 配合 semasa kondensasi bagi 1kg bahan tanpa perubahan suhu 记得 tanpa perubahan suhu 很重要 tanpa perubahan suhu 所以这个我们就争取一分 然后他讲 berpandukan kata konsep Fijic Tentukan terangkan bagaimana memasak menggunakan steam adalah lebih cepat berbanding dengan merebus menggunakan steam 他叫做 mengkukus 好像是 马来文 kaita kukus 这个是 整条鱼丢进去的情况 using boiling boiling 然后这个是用性steam 所以为什么我们 针鱼 会比较快熟 4分 我们怎么回答呢 你看我们尝试解答一下 这条鱼 鱼什么鱼的这个 好像好像潜水艇这样子 ok 如果你是组 水 整个水盖住 我们最多啊 只是水 全部都是水 他最多经历的得到的哈巴是来自mc theta不了 最多他得到的哈巴啊 是来自mc 就是这个 C啊就是 4200了就是那个 爱的摩托哈巴等度了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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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啊 就是 当时的 跟他的身体 舒服有多差别 只是降不了他得到的哈巴 就是降多 但是如果我们是 kaita kukus 或者是kaita steam 首先呢 你看kaita steam是 啊 他被 脱在一个盘上 然后 水是在下面的 steam上去 这个steam已经是100度了 然后当然这个身体啊 也是有他自己的 温度嘛 对不对 所以steam首先呢 100度的steam 遇到他比较冰凉的身体 他首先会经历 Condensase 从 steam 变成 他会经历 Condensase 从steam变成 这里呢他就已经 Vebas 一次了 Vebas 爸爸 Bendam Bendam 因为这个气体遇到他冰凉的身体的时候啊 他就会 下降或者降落他的身体 比较冰凉嘛 所以他经历 Condensase 哈巴的Vebas 而且这种哈巴叫做 哈巴 Bendam OK 等到他降落他的身体了过后啊 依然是存在着 舒服的差距差距的因为啊 100dgc的steam 需要 变成100dgc的 然后 还要经历 下降到他一样的 那个舒服可能中等啦 中等的舒服 下降到90度吧 比方说 所以你看他经历的是 MC 这个是ML的 Case 这是MC dita的Case 所以他经历双重 双重的降温 第1次降温是 第2次降温是 Beruban 舒服 经历双重的降温 所以 这个就比较多热能给他 来 然后我们再看 Skima怎么写 Skima 他告诉我们要提到这个4个点 就是 Stim动到身体 Stim动到鱼的身体 这是一份 然后 然后 abar daripada Stim Dipindahkan kepada Ikan 这个其实是 habar pendam 发 pendam Dipindahkan dari Stim 到 Kondensasi Skima Dipindahkan Ier 所以 他只是围绕在 布鲁班发沙而讲不了 他没有讲到那个 布鲁班疏忽 但是我等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回答 是有包含 包含两个层面的 为什么 他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 就很足够了呢 因为 如果我们研究数据 如果我们研究数据 远远比那个 我当他把整都等以来好大 我们参考一下 课 诺达我们参考上诺达 第九面的诺达 你可以看到 现在是要从 Gas变质栽埃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研究看这个资料 这是从 Gas 变成质栽 如果是1kg的 1kg的Gas要变成质栽埃 他必须要放走 这样多周的 但是你还记得吧 那个摩登 哈巴等度 阿姨 摩登 哈巴等度 阿姨 才4200 走 KG-1 大家想说简易不了 才这样小不了 4个4个DG 对不对 这个勒 5个DG还是多少 226 123456 1234 给2.26 X本6吗 所以你看几个DG1234567个DG 这个才4个DG 你啊 来 所以当然用这个4200是代表什么整条与丢进去组 整条与丢进去组啊 你我们所用到的啊 就是Q等于MCD 大部分了 所以他得到的智能比较少 但是啊 如果我们用steam的话啊 单单从巴鲁巴巴发射不了啊 他就得到7个DG的哈巴这样多了 是很离谱了 所以steam就比较快 这样子的原因咯 可以明白吗 到目前为止可以明白吗 可以跟得到吗 基本上要记得啦 steam语会比较快或者是steam包 那个包啊 来steam也是比较快 ok我给大家看我的答案来 所以我的答案是这样子写啦 虽然是比较啰嗦啦 但是是比较全面的 他skima当然是给到最简单的嘛 只要你谈到这些关键词你都会得分 但是我这里是 解答的比较详细咯 你看啊 记得 merubus是整条鱼丢进去啊 merubus是 泉水 然后 mengukus kairda kukus 或者kairda steam啊 是用 那个热气的 你看啊 这些关键词 只要买到最简单的 买到最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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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发生了 dan steam yang terkondensasi yang menjadi air di permukaan daging akan selanjutnya memindahkan haba melalui penurunan suhu 100度的 steam 先 kondensasi 变成100度的 这100度的 这100度的 又会尽量的 去 达到 kesimbangan terma dengan 鱼的 身体 所以他就 经历两个 dalam kaira steam jumlah haba diserap oleh dagingnya q等i ml 加q等i mc theta maka lebih banyak quantity haba dipindah daripada daging ikan dan process steam lebih cepat haba penam tentu pengobatan 这个是 为什么 那个七个 digit 七个 digit vs 四个 digit 4200 然后 2.6 exponent多少 exponent6 7个 digit 所以 haba penam tentu pengobatan steam 叫 lebih besar daripada muatan haba tentu ayo maka haba di bebas kan daripada peruban fasa lebih besar daripada haba beruban suhu kusim punanya kai da mamasa sara stream lebih cepat beruban in 情况啊也跟我们其中一个拉蒂汉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 给我们看拉蒂汉的第3面呢拉蒂汉第3面 第45题 然后这样子就我们就看当然 我们的就 阿基巴多长来 别扎 给多多爱人们的 第 我 到底被 滚水 烫伤比较严重还是被 滚的气体 烫伤比较严重 当然 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因为 而造成的 烫众 我们讲讲 我们的 因为气体而造成的 热州呢 是 比较严重过那个 他这边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为什么是这样子的情况 大家回答什么呢 ABCD 大家 给一些回应看 你们打算选什么 给你看 steam bass 好吧 确实 因为那个7个 VS 4200 4个 不良 steam bass 比较 啊还有这个 他把 本来 steam 特别 定义的 所以这个也是答案咯 什么答案是 boy 书 书乎 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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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100度 同样100度 steam也可以是100度 也是100度 然后 然后哎 steam 人的没有关系跟董董董董的 Case OK 然后大家可能会问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哎 以我的经验来看呢 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个好像比较严重吧 哎 这个好像比较轻微吧 其实我们不能以我们的经验来做 这一题的比较因为 经验来讲啊 当我们 动到一点点的气体我们手就很快跑掉吗 然后我们动到当然了 呃现实生活中 如果你被一滩滚水 所 烫到你的手会比较严重 因为你已经被烫到了吗 就是机性比较大 机性降落在我们的皮肤是比较大 然后一般上你如果碰到一点点的气体 你就很快的跑掉了吗 你感觉到气体你就很快跑掉 所以就是机性格就 所以机性格就之下呢 我们因为气体而烫伤就比较轻微 但是啊他这边讲机性 什么呢 意思说如果你拿1kg的水 跟1kg的steam 来做实验呢 当然是这个比较严重的steam比较严重 为什么呢我们再解释多一次 你看呢 如果我们的体温是37度 1kg的水啊100度 他只需要发生 mcdata不了那个水哦 要达到跟我们的皮肤一样的温度 他只需要发生mcdata 就是1kg的水 然后4200 data就是100 减37 因为总而来讲他都是要降到我们的体温的吗 所以他释放的热能是降多 但是给这个啊1kg的steam 他要经历的是 steam 发达100度 先要发生 不如看发生 我们这里哎呀 把他100度 再来发生 不如看 疏忽37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这里经历的 中了Q养的 别怕谁 如果是1kg的 等你 1kg 乘以 ml ml vv多少你要更低一些 别再加以1kg 然后4200 然后这个一样的阶段 所以这个阶段 水所有的阶段他也是有 他也是有这边 水所没有的阶段他又在有 因为他经历 发沙 以及 俗户两件事情 所以我们 用1kg的水来烧自己的 肯定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这个是这样子解答了 OK 在下课之前呢 给大家布置一个CT 因为这个是 等一下我开一下 啊不用了 我看不用了 我们就 因为我关掉去了那个 照片 我不小心关掉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 大家好 古代其中一个惨绝人幻的酷刑 就是把人放在滚水中煮死他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滚水变成蒸气呢 哇 爽啊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人愿意噴到自己全面都是蒸气 但如果变成全面都是滚水就这么恐怖呢 什么蒸气真的比起滚水没那么危险呢 喂还记得我们说过那些科学家发现当你煲水的时候 其实是要给一些热气的水 于是水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但是当水的温度已经到了费点 boiling point的时候呢 如果你还给多些热气进去的话 那些热气就不会令到温度上升 而它是会潜入水底那样 在那个fermometer那里完全看不出它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就会叫这些做潜热latent heat 现在这些latent heat其实是用来 气化reparise那些液体 liquid的 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叫它做气化潜热latent heat of vaporization 这样的意思不是说 同样是100个摄氏度度Celsius也好 蒸气steam比起滚水 boiling water呢 因为它要吸收多一阵的latent heat of vaporization 所以它应该是吻含着多些的能量 energy 那不是代表它是危险一点吗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人们 噴到自己一面都是蒸气 为什么它们不会烫伤的呢 原因正正就是因为你见到它整面都是蒸气 喂 各位哥哥姐姐 真正的蒸气steam是见不到的 我们平时看到那些白蒙蒙的 其实那些是蒸气接触到冬的空气 然后变成液态水 liquid water的小水点 而且那些蒸气还会在空气中很快就散开 一早就溝淡了 所以那股白蒙蒙的东西 不是真的那么热 那在哪里我们才可以体验到 蒸气真正的威力呢 火墙 在火墙里面的消防员是会用水救火的 但当这些水受热变成蒸气steam的时候 再加上本身燃烧的时候会产生的水气water vapor 它们可以在那里输入消防员的防火装备 所以对于消防员来说 相比起真的被火烧箱 其实比蒸气烫箱是比较常见的事 正如我们所说 被 noticeb boiling water一个鱿焯 创的煤灵灵都不太大 很多即是有家 粗略小时候讲理论一下 大约10倍左右 可能如果算出来一种气ガス能多释放气!. 而Latant Heat of Reparization 主要是受兩樣東西的影響 第一就是Gas究竟有多大 上式來的 越大Gas即是Gas的質量Mask越大 當它變回液體Liquid的時候 它就越可以釋放多些Latant Heat of Reparization 第二就是Gas究竟有什麼物質Substance 情況就好像熱容量Heat Capacity 我們要比較不同的Substance 剩在熱Heat的能力 我們就必須在它們Mask是一樣的情況下比較 每一種Substance拿1kg出來上擂台 大家放鬆一樣 現在Heat Capacity的不同就完全不關Mask 只是因為它們不同的Substance的影響 而這個每1kg的Substance 所有的Heat Capacity 就會叫做給熱容 Specific Heat Capacity Latant Heat是一樣的情況 要比較哪一種Substance 吸收多些Latant Heat的物態State 才會完全改變 在比較的時候 我們就要每一種Substance 拿1kg上來擂台 大家放鬆一樣 這個時候的它們完全變態 Change of Date 所吸收的潛熱Latant Heat 就完全只是受到它們不同Substance 這個因素Factor所影響 這個每1kg的Substance Change of Date 時所吸收的Latant Heat 我們就叫做給潛熱 Specific Latent Heat 所學上來說 比潛熱Specific Latent Heat L 就是等於Q除M 水的氣化比潛熱Specific Latent Heat Substance 是226萬Jb per kg 例如如果現在有2kg的Substance 想變成Liquid Water的話 它所釋放的Latant Heat 就會是226萬Jb 即是等於452萬Jb 如果我們將它和同樣是2kg 100cdc的水來做比較的話 當你給2kg燃熱Latant Heat 100度的水會降溫降到37度 因為水的比熱容量 Specific Heat Capacity 是4200Jb per kg 每dc 即是當你給2kg燃熱Latant Heat 水大概可以釋放53萬Jb 同樣是100度 但這次是2kg的Substance 它首先在變成100度的水的時候 已經是放450多萬Jb的Latant Heat 再加上水降溫降到37度 即是再放到50多萬Jb的熱 當你給2kg100度Substance 燃熱Latant Heat 其實它可以釋放到500萬Jb的熱Latant Heat 差不多就是同樣Mass 同樣Temperature的Boiling Water 所釋放的熱Latant Heat的10倍 以上的計算當然是很多 假設很理論化 起碼就假設你的手放進碗水 或者放在蒸氣的時候 你一手無論去到多少成熟 你都不會熟的 現實中當然是不可能 但在這裡希望你可以留意 下次如果你再聽到 有人被噴到一面都是蒸氣的時候 千萬不要覺得只是好小事 因為隨時可能是說一件很嚴重的意外